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和很多在電視機上才看到的球員一起打球 無論是作為隊友 或者是在場上你要投球給他們 這個回憶是十分美好 而且我覺得是很深刻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要學會在不同的情況下 去看下去打球什麼 而且你要去看對方是什麼 另外的就是壓力方面 也是學會很多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和國際級的球手打球的時候 你要怎樣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和令自己沒有那麼大壓力 是很重要的 我一開始都是 每一次給他們的全組員 我的手是濕透了 所以我經常都會穿毛巾 或者經常擦地 因為會流汗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他們比較多的經驗 而且他們熟悉 對方的擊球手是怎樣 我都是 在這個旅程中 我比較多是去聽他們的說 去聽他們的意見 他們想我怎樣做 我就會去追蹤他們想我怎樣做 所以 感覺有一點奇怪 因為平時 可能我感覺到 我就會跟大家說 要怎樣做 怎樣做 但現在就是 給別人安排我去做些什麼 但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因為可以知道其他主持人的方式 以及特別是 Salamia 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主持人 他們都教了很多東西